因为他们下路弱 所以我们扛得住 如果等于下路是个什么RNG中的下路 我说KD下路的话 你看我们下路直接崩了 10分钟就要选了 甲不好吗 甲没了呀 没没没没 打赔你没 在说啥呀老铁 还有这种操作 傻了 就得了 我们打下路啊 一个EJ都打下路 没有 他杰斯已经选了 不行 EJ呢 EJ吧 不是不是不是 选个牛家眼圈不打下路 杰斯锁死了 不是我是跟这英雄 没有配合跟杰斯你知道吗 打完再说吧 打完再说 没事 那个就是上一局就是因为赛BP上 就二三选的时候就已经选错了 所以接下来都是错的 G2的上当Wonder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当年世界赛把自己打爆的杰斯 居然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由于BP阶段教练耳机出现问题 IG在阵容选择出现重大分歧 本将重心放在下路的计划 却因为帅哥选下杰斯乱了阵型 阿水只好选下一对抗压力 而帅哥也不负众望显思将对方干爆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这场精彩对决 这个最近在韩国嘛 然后只能打打韩服 我在韩服玩了 加起来好几十把刀背了 下路一击 我好凶啊 的赛的招牌杰斯吧 这是 你只有一个技能 但我有两个 加上大招的变形态的额外增伤 我算有2.5个技能 对 好了 这压出经验区了 抢了高尔吉 这一炮打到 为了弥补队伍的伤害 帅哥一开始便打出极强的压制力 剑魔只能被迫塔下防守 三分钟 Ruby中路铤而走险 卖了一波破绽 大三 来 一个 不要丢 但这波扛了两下塔 扛到就有点 想上 想上 挂点 我颜色不回了 闪现了想挂 灰雪 灰雪 大四 妖姬拿到一血 这对喜欢游走的Ruby来说太棒了 而同时上路强压线的杰斯 也受到G2打野的重点照顾 开了 那下要小心 这个位置先来一炮 锤煮 要闪现走 想杀剑魔 想杀剑魔 但是两头Q起来 赢我来了 可以换一个 可以换一个 你可以换 可以换一 有没有 然后就交闪 咱们就减速到了 下路 打起来 要小心 这个位置 牛头的雪量不太好 漫无手雷命中 宝兰这边有闪现的 想把人家转瓦底的交闪跟铁 最后一下品A刷掉了对线 就这个双人组确实 没有上一盘的压制心强了 但是暗帅这边 抬队 抬队 打断 Q到满 小B 我又是想比A死了 可以 总体一化暗 而S哥哈 并没有因为被抓选择防守 上线就是继续压制 那句话 你说论打架 爱你什么时候怕过 还差一下 还一下 可以 直接A死 乐帅完成了对位单杀 对位单杀 即使被单抓依旧勇往直前 然而建模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毕竟 杰斯在身上也没有硬控 上路 但是还是压得非常凶 切回 抛心才三下一个Q 哇 你的大眼一走 你又没血了 而且这时候没TP 这样一来 建模变成为比赛的突破口 Rookie和凝王变来上路 干嘛特 我觉得又要 中演结构来 要强拿一血塔 这位置 你开大面 我可以先把塔推了 开大面两段踩 大面第一段打出来 先选魔景盒 持有量不高 应该是一丝血的一个建模 快点 再见 杰克拉伯拿到Rookie 面对这样的局面 G2只好针对下路弱势的阿水 开车 到后了 正位置 杰克拉伯要小心 先换一个点过 减速成见 杰克拉伯应该是走不掉了 IG的下路也非常明白 这把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两个字 烫压 16分钟 IG中路展开第一轮推进 刚才是闪间换伞 对 闪间换伞 掩护到峡谷前锋 撞到内塔就很算 杰斯靠过来了 这波Progress直接大招进场 他的伤害不足以进去 给他够 回了一口 哇 拼着波很秀 被对方补了一点伤害啊 零换2 这波操作G2直接打回烈时 然而此时 帅哥在上路的优势实在太大 一个人追着两个跑 王的身上是没有大招的 也吐吐了 他让上次在这边 你拿下人头 很漂亮 Progress到来的时候 他的队友已经倒下 来看一下这波是怎么回事 杰克拉伯在排演 而且是六层血在排演 你们两个听着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放下你手上的大宝剑 放下你手上的筒子 闪Q闪过来 还想再杀我 一打二 晒哥的字典里没有后腿 而当G2意识到杰斯已经成为棒 这时候已经完了 又来了 大面先开出来吧 这个位置回身 阿批来了 在晒哥要小心一点 没闪现的 但回身都会到大招 阿批 不要打上了 要反杀了 你即时秀啊 整个人追着你 最后一篮头 天不深勒帅 LBO上代 温古鲁长夜 这一波一秀儿 这波打完 G2全线崩盘 而更重要的是 对心理状态的打击 21分钟 G2希望通过敦服找回机会 有炸脚目 大招炸 这波开得不错 埃及要小心 哇 凌根一在一起被秒掉之后 这一波罗 IG还想追吗 但是德晒来了 德晒这位置上来先一跑 命中最后的黑鸭蛋 还要追吗 比一双人没有拉出 直接吹出一个闪现 Rookie来了 怎么又是三个人追着 五个人在打 直接先把塔布砍死 Rookie砍死塔布之后 德晒再说点 露夫来 分身帮忙 闪身帮忙地打 很有心意 晒哥的支援犹如一颗强行针 溃败的局势被瞬间拯救回来 23分钟 IG中下两路 强势推进 开车了 绕后 这位置绕过来的话 德晒的位置是在右边的 来看一下又是阿水成为第一 被阿水这边交闪 躲掉之后 但被大家炸回去了 哇 阿水这边有点惨 但挖底这边也宣掉了 阿水寄天法力无边 队友的阵亡 并没让IG撤退 而是准备继续下路硬杆 开不了团了 只要 小心刀妹就可以 你跑来过去 瑶苗 瑶苗回来了 一个一技能往右边 但乐帅在等你啊 直接一个电磁炮送他上贴了 而且阿西好像 他去带上路线去了 那这样还可以压一下的 可以压中路 这样两路要拿掉了 阿平要回响了 阿平要回响了 想一波 阿西又想一波 但是兵线不够啊 啊 呃 24分钟 直接封路 强行一封啊 左边有一个G G打在 乐帅的马上 乐帅又过来找他 第四枪都不敢 赶紧把鸡炮 你叫命中 听说你刚才打我 你有鸡炮 我有大炮啊 手里的 这个狙击手 吓到了 对 有个人拿了大锤炮过来 我这是高射炮 你拿着小鸟枪 这位置 我觉得要撤一下了 阿平是进场 脚卸掉 但自己还是被击杀了 可算还在 但是这边球统伤害有点高 Rookie没了 有点浪了 Rookie扛了几下 第二本想追击 可杰斯的大炮直接劝退 25分钟 IG准备偷掉大龙 对方最后一击 带了 击突想凯车 凯车进来 击给机会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这两个人受了 这两个人受了 没了没了 这是拿命薄了 拿命薄了 我带你去龙坑看最美的流星雨 瑶吉再添两颗人头 已经是八颗人头的攻击 Yana 这位置被卡在脚上里 打死了 单杀 Yana直接秒掉 在Rookie过后 宁王也上演了大片魔术 这下闪现上去了 打破了打破了 不要放对面回家 跑温泉 哇 这一抛是什么伤害呀 唉 载肯拉伍过来 载肯拉伍拿到人头 上一刻动的人头 稳稳地打我 载肯拉伍又烤死了 没了没了 这把杰克拉5不是很开心 是IG IG IG 结塔呀 变起地呀 变完了呀 叉加叉加 叉加了 叉加叉加叉加 我们还是恭喜IG2比0 手握三个点点